还是跟你说那种话 为什么我一直在问你 有没有这个权利义务的成绩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终结 要么终结它就应该破产 对不 那它就申请破产的话 那它就申请破产的话 它破产的话 那所有登记在终结名下的这些财产 将会被清算 那就请说明它就冷革 它这么冷革就是它就申请 那我就没办法 你 你是主 应该是主厚的对吧 你来了 现在你既然说这话 我也没错这点 我跟你说啥意思啊 我就这一句话 它要同意的就不同意 那你们还要办就办 我没办法 就现在你上这个加上车的股权 我给它6万块钱 它能办 今天说的这起执行案件比较复杂 公司本来应该给员工买社保 但是因为亏损就一直没有买 导致员工无法退休 员工是自己拿钱 把社保钱给补缴了 随后起诉了公司 要公司把这部分社保钱还给自己 没想到员工去找公司时 公司已经发生了变更 新的公司负责人却强调 这是以前公司欠下的债 和自己也没有关系 他没有义务承担这些债务 原来在2017年的时候 陆先生到了法定退休年龄 在办理退休的时候却发现 公司因为是亏损状态 多年都没有给自己缴纳社保了 所以陆先生想要正常退休 就必须把所拖欠的费用给补上 陆先生和公司协商 拖欠的这些社保费用 由陆先生自己先垫付 随后来公司再给他 没想到自己垫付了之后 公司却不给自己 所以陆先生将公司再告上了法院 法院在2020年做出了判决 要求公司支付给陆先生 垫付的保险费用七万六 2020年判决下来以后 公司还是没按照判决执行 所以陆先生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执行之后呢 法院对这个被执行人公司名下的土地和厂房 进行了查封 但是经查这个被执行人土地和厂房 已经被其他法院首先查封 那么我们愿意是作为轮后查封 查封了上述土地和厂房 但查封之后呢 也一直联系不到这个企业的负责人来解决这个问题 多次到了现场 现场呢也都是租数区 不是这个企业的负责人在这 原来公司的法人齐先生是欠了不少钱 这公司的厂房和土地 早已经被其他法院给查封了 所以陆先生只能看其他法院处理后 能否有剩余的款项 如果有才能轮到他 执行法官也一直找不到公司法人齐先生 但根据陆先生提供的线索 现在公司换了位新的负责人宋总 宋总表示愿意解决这个事 但是双方在社保费用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所以执行法官决定去公司找一下这个宋总 终结 终结运输的这个有些公司 回家要这 这在哪里 这在楼上还有房东吗 你们是租这房子的 这房子有纠纷吗 对 你们是租 这个团线有纠纷 对 这个院咱们那啥 他的那个公司有纠纷 那你说楼上没有 对 但是我也得 这有纠纷吗 但是我也得跟你们那个调查了解一下 因为如果他这边不能支付的话 你们的租金就不得再向他支付 得支付给法院 我们两年的房租 我们交两年都交完了 交完了 你什么交完了 今年 今年 今年交交就是接下来两年的呗 对 是借的 他得他出去借的 借的 什么叫借的 借 我给我们股东借的钱 跟你们股东借的钱 借的房租钱 这些的有纠纷啊这个 对 他跟你们股东借的钱 然后顶房租呗 是这意思不 好像是这个意思 那你们现在是怎么使的 就是用哪个这场房 这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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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和那个新的那个呗 对对对 然后 昨天一年房租 29万 一年29万 然后这个就顶 就不管是怎么样 顶到哪年呢 你们就找他这么问 嗯 行 法院你来 你来 到了这家公司以后 执行法官在厂房外遇到了两名工人 这两名工人表示 他不了解其中的事 但是却说这楼下的厂房已租出权了 一年租金是29万 您好 我问一下 我是想第一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的 这样就是他这个 这不是终结运输队的吗 那么这个房子 包括那个厂房是你们在租用是吧 不是 这个我们是合伙的 你们合伙啊 对 你们跟终结运输队合伙 还怎么合伙 我没事 我俩是跟人 跟那个终结的叫什么名 在 哎 这个陆先生你认识不 认识是不 后出来的这位男子 就是沈阳终结运输有限公司的股东 最后公司的新负责人宋总是出面了 宋总表示 他虽然愿意解决这个事 但是这件事没那么好解决 陆先生是要求给7万6 而他只愿意给60% 而且这60%也不应给 自己是转手的这家公司 这犯网咱在什么沙文上能弘异呢 他不想拥打 哎呀 那判决不判的吗 判决没判那个股权的事啊 那判决要判股权的事也行 对不 哎 你们也执行了 也不是没执行 对不 他跟我也没关系 我也不欠这钱 这不明把这事 那啥 厂房有土地呢 嗯 那这厂房呢 是终结运输队的吗 对 那厂房要终结运输队的话 我这时候也能 那啥 结留人住进 当我就说的一 听我先说明白 我现在 我谁懂得明白 我听啊 听我先跟你说明白啊 现在 你可以马上去掉 税务局 欠税务局60万 嗯 税务局也给这封了 听明白吗 嗯 陆江 我不欠你一分钱 听了吗 你要今天再找件事 记住啊 你能找谁酒精 你找谁酒精的 跟我一分钱挂来了 我欠钱吗 我找 找那块来了 那你去找 你找其力去吧 宋总说 是齐先生没给陆先生买是吧 所以陆先生应该去找齐先生 不应该来找自己 现在自己无缘无故 被牵扯到其中 而且齐先生还欠自己 以前没有还 现在欠我一百多万 嗯 你跟这场合啥伙伙估计 你先说的那种 在权 怎么到在权 这场合欠你钱 对 反正把 谁把场合顶给你了 没有领给我 那你为啥开这站呢 我 是 我 我上法院里面的法院 我在执行 执行上执行过来的 我是股权执行过来的 啊 你是执行那场合 就是这个 对 那是 我执行 终结运输 谁的啥呀 齐力法院 终结运输 就是齐力欠股钱呗 法人齐力欠股钱 对 然后那个 也是执行齐力 在这个公司的股权 对 对吧 对 那那你为啥发生执行吗 我咋变的 你就是让人咋变的吗 你差多少 他们手里头掌的 拿着多少股权呢 他们都是异股 怎么叫异股 他就异股股权 在就是工厂 就在这个工厂 在这些中间运输 他就异股股权 在工厂登记那有呗 对 啊 总共多少股 总共一百股 他就一股 他是占一股 对 那是卖的吗 股权派 排卖来的 你是在哪个法院经排卖的 金融 哪个法院 大宗法院 大宗法院 你取得的这个股权 对 然后取得股权的之后 齐力手里的手里有多少 齐力是22% 齐力是22% 对 反正5% 那你 齐力那22%你变得完了 对啊 然后现在就是他们这些 那剩下的78% 都分别在什么人手里 都在他人手 都在国人手 同意的 能谈在人群 我都忘了一个解决了 他这不 就他不同意吗 嗯 没办法 我 我跟你说啊 都打他 咱有说什么 法院 肯定在改成任 没办法 对吧 你 我说这啥 我讲的是你 我为啥都讲的是你 我干嘛 他以前那事才去上网 我说你再说 我上网啥点 为什么我说这句啊 所有这个厂的 已经十多年 回旅客了呢 就是欠了这么多钱 你又是问我一个工人 所有的工人60% 是给缴这个设法 现在起初 有设法的一块 对吧 全是百分之一 他通过个人管 是运势原来的公司 叫穆 穆特银 他通过他几天 玩牙不去给 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通过他几天 去给他调递费 原来宋总之所以是这家公司的股东 是公司的法人齐先生欠了他的钱 所以他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把齐先生的公司股份执行给了他 所以他觉得 之前齐先生没给员工缴社保 应该由齐先生来负责 不应该来找他 可没想到现在自己取得股权之后 反而麻烦落到落在自己身上 现在他想把陆先生是解决了 自己好安心的做事 但是双方在金额上面却谈不拢 之前公司按照60%给员工缴社保 所以他也想来支付60% 但是陆先生却要求100% 所以双方没有谈论 宋总说他已经跟陆先生协商过几次 这陆先生一会同意60% 一会儿又不同意 如果宋先生同意60% 这件事情早就解决了 但陆先生却表示自己从来就没有同意60% 双方也是争论不下 宋总认为自己是通过法院执行 把股权给执行过来的 自己并不是想当公司的负责人 所以他就不承认公司之前的债务 宋总就觉得自己非常亏 执行法官也提出来 如果当初的债务约定没有承接的话 为什么不申请破产 我们俩说今天说咱们那些 首先认的是这个判决 就是你跟那个奇力 你们在这个股权变工的时候 就这个承受 就是这个权力承受 在权债务的这个承受有什么约定吗 没有 我们负责这块 那你承接这个公司 你又没有给他进行这个变工能计 那你虽然是从那个法院派卖上去 我怕你去把他 你说的所谓成绩 怎么说整定的成绩 这不你跟派卖买的他这个股权吗 对 就现在这个终结运输这个公司 并没有 没有就是说白了 他没有注销对吗 对 他没注销 他还依旧存在 对 那终结运输作为主体欠的账 谁承接谁都得接着 不对啊 我不是说我了 我买这个厂子 我给你买下来了 听明白话 你到你那个法院里一调 就有咱们那个 就当我们法院 申请执行申请派卖 金融司法派卖过来 但是你现在是这个股东 是22%的股东 对吗 我现在85% 85% 对 是终结运输85%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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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 但我没有义 我也是执行过来的 我还是跟你说那种话 为什么我一直在问你 有没有这个权力义务的成绩 那如果没有 没有啊 那终结 要么终结 他就应该破产 对吗 那他就申请破产 应该注销 那他就申请破产 他破产的话 那所有登记在终结名下的这些财产 将会被清算 那就听说明他就等着 他这么讲他就是 他就申请 那我就没办法 他怎么能谈 我告诉你 这就是职工问题 对吗 听我说法官啊 我现在我也忠统理法 法院里的意见 也忠统理法管理意见 我就要用一个实施求是 就都上60%的 你通过电影馆下 你还有那个条 我又不欠他钱 我凭什么给你拿这碗名牌 说完了 我的外人的记者 买回到的都写的 你拿到我呀 就是按判决设计 是你按判决设计 那你就直接申请破产 那样的事情破产嘛 我也愿意申请破产 他这个土地的厂盘 你查封了 查封了 我上次今天说是强块 对对对 两块都很大的 对对 封的是一套手 也正好 咱没什么东西啊 封很有查封的 这今天多别是带记者来了 这要是不带记者来 那回事我今天干的 不是又怎么白干的呗 我现在我说的这个事是 就是说 查三块地你们知道 对吗 知道知道 选择哪块是你们选的择 选封哪一块 咱我写的申请 各地里有没 看 按相邀的凤额 相邀的凤额 你如何确定啊 你这7万块钱值多少凤额啊 咱那个 你知道吗 你知道这个土地 你知道现在开发区土地是多钱一瓶吗 7万块钱值多少凤额 凤多二瓶 他封了三十几瓶 不知道 他封了他厂盘 二瓶的厂盘 这个才欠哪个钱 土地厂盘 除了国家这一块还欠哪个 我不知道他要哪个欠谁钱 我真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你现在楼下是怎么个租房 现在楼下怎么个租房 这些厂盘怎么租 一年六万 几个 全年对吧 那楼下我刚才问是二十九万 一年二十九万 他说二十九万 对 他说一年二十九万 执行法官刚来的时候 有两名员工说 厂房一年租二十九万 这个时候宋总却说一年租六万 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法官说二十九万 你不是我给你开发不开就万 你不是个人建议法二十九万 谁说的 他说出来 法官说出来 王苏建 小说 是我说的吗 有一下 有一下 他说他说出不出发道 别说他不知道有什么事就说 他在当里面买的罚妙子 他在这 对对对 他俩还可动 把那遮住房租过去 你知道吗 我说我没准备这回事 你们要是说的隐瞒吧 就没隐瞒 没有隐瞒 没有隐瞒 我再说搜 那是不是咱就换不上 你听我说 我现在再给你手一遍 说这个 我现在有跟他打的欠条 我是借了二十八 他们可能几个人的工人都知道 我这借的这个 借的这步路我听着了 你听我说 也打 宋总说起和陆先生纠纷这个问题这么久 就是因为陆先生总是变来变去 谈好的百分之六十 现在又不承认 但陆先生还是强调 自己从来就没有同意百分之六十 必须要百分之一百的给自己 现在事情已经非常明确了 宋总也愿要承担这个事情 但是就是在承担的比例是多少 我们要的要的 多要的交换员有个事吗 哎呦 不当的法官面说 有个事吗 这我生意是招了不了的 你还招了我谈的 你问法官哪个呢 我还和你个哪儿党没用心呢呢 和他党呢呢 我找个人 你个不是给他解决的 他也同意了 来来来来 你这样子解决的话 解决的话 你今天胆怎么解决 如果说谈解决 咱往河上 这个谈的法官我点想问明白 你是指定了谈 还是按法律上说 拿法律上就是谈不谈自己的事 对不 我点是先这么说 如果说以你现在刚才我这么理解 你说这事能谈不 所以要找我谈 我能谈 我也不愿意让你司法自软 我又不让你这一跳一跳 你们这哥们来 咱痛快要摸你们 我现在是啥意思 要说让我谈 尊重事实 全都是百分之六十 你就回到百分之六十 对不 你是说按那个七万六的百分之六十啊 对啊 七万六的百分之六十 说这按你们法院判那个数 判那个数是按百分之八判的 咱点讲理 工人交的企业 是按百分之六十都给你讲的 按百分之六十我可以给他解决 解决 这件事他有要求我也有要求 对吧 他拿着一股他活 你知道他干啥的吗 他这三年呢 他创了所有这种人 去上法院 你查你记录 连连到 他我到了两三年 就这点事 人没到都解决了 不是不能给他解决的 明白我说你怎么办法官 对他他就这么这么给你 到什么解决解决的 那个你坐一会 坐在那坐在那 那个 那你也坐在那 对啊 你刚才坐在那 真的 你也坐在那 宋总还是坚持 职任给百分之六十 因为以前公司给员工 缴的也是百分之六十 现在问题将在这里 如何向前推荐 执行法官是给了一个提议 我没有权力启动的这个情况下 我没有权力启动的这个情况下 你们如果说的 要执意这个执行的话 那咱只能说得找齐力 或者拘齐力去怎么着 就他现在 我拘不了了 我的建议是给你们调一调 给你们调一调 至于说你手里拿的那一股 你那一股没有用 第一是你听我说完话 你那一股为啥说没有用 因为这个企业现在它属于是负债状态 它不盈利 你要是盈利 你拿着一股有分红 不盈利你拿着那一股 没有意义 他想要这一股 至于他想要全自控这个公司 说白了他想独自控这个公司 对吧 他想要你手里这一股 我的意思是我给你调一调 这一股你给他 这个钱 我建议你是不打折给他 法官不是我 我同意 你这种调话我同意 不可能 这东西我就追求一件事 我也挺强 我挺强他我就尊重事实 就是我说百分之一我肯定给他 股钱我跟你说 所有的股东我也不瞒你 他的工人咋 我对他能说话 所有的工人 全部都是五千块钱 能给我的 全都是五千块钱 一股给我的 百分之六十我全股给他 那股我也给他五千块钱 现在从总是强调 之前公司是给员工交的百分之六十的社保 他就应该给陆先生百分之六十 自己就坚持认这个礼 但是给员工交百分之六十 是否是合法的 这还存在着一个巨大问题 是其他工人确实是百分之六十 但是咱说一个讲理的事 公司应该百分之六十的股东 给工人们交保险吗 应该吗 报官 这事我要跟你说 劳动法里头有赏法 嗯 就是企业不好了 这企业为啥啥也没有了 朋友都不知道 这会卖的啥 就是破铁片子都卖了 去给他们交账的 我也不知道这事 我买完这个五岩为奇力版 人事件的钱 到现在还欠我一百多万 没把锁了 人都快死了 我听说 听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我就是手长眼的 没办法了 我要点要不要点要 我也没办法了 我要给他们解决的事 所以说都是那么解决 这个东西 就说劳动法上 是赏了大人交的一东西 企业不好 没有状态 是给你去抵打交 这次有法律条文的 也不是我 你今天就能给吗 今天给不了 什么怎么给 你要给的话你怎么给 你法官 你这日报 我不是说那种 我不是抢你话 我也大伙都挺人的 我也不是说那 你得说他同意了 咱来再研究怎么给 他不同意咱来 现在宋先生想要控制这家公司 而陆先生手里也有异股 现在就卡在这里陆先生这一股 陆先生也想把这一股 转给宋总 但是要一万五 而宋先生表示 他只能给五千 双方也是争执不下 你有啥想法你说吧 有次七万六全要来 七万六全要来 七万六全要来 别的呢 别的股权不快 你还坚持你的这个看法 那我就听法院 那你这样吧 那你就这样吧 那你如果是这样坚持的话 那我接下来 把整个厂房的土地 全部进行轮后插封 然后呢 跟前者法院说 如果要是处置这个土地 有剩余的话 应该要给我们分 如果这个土地被卖了 有剩余的话给我们分 那你就得倒了 然后至于说 还有我们办法的就是抓齐力 给齐力送鱼 你要是能说的 那齐力也不能被抓了 这可能有法律不一定的 对 你这个你 你合计合计 我这条我给你调一调 就是说呢 但是这么说 他说什么百分之六十 咱法院判决 那法院判决 那法院判决是正确的 我们执行应该按法 你这样执行 但是我说一句话大姨 咱现在是要及时执准 咱要严格按照法律条文来执行 等着把谁哪家卖的 剩钱都给了 没有那就拉老的企业就黄了 咱还没有 你是不是一分钱你能做 对 是问题是 情况也是这个情况 我能做的是 我能做的是啥呢 他说这百分之六十 完事儿还有五千块钱的一股 对不 我能不能再给你多要点 也就是说能在这给你少量少量 咱那个股啊 不止就说是五千 咱的股股是一万五一股 你现在 大爷啊 他是啥呢 他是给咱们是按五千给 大爷 你听我说呀 那股权那个东西啊 公司盈利股权值钱 公司不盈利的股权值啥钱呢 对不对 压一步 少压一步 完了法官你研究啊 你这样 那个 我这头就是给研究研究钱的问题 你说这百分之 你也知道我这出来一趟也不容易 对吧 这么多像你说的那么多案子都能顺利解了到这儿 那就解不了了 你总归会遇见解不了的这个事儿 不好解的事儿 那咱就说两好该一好研究研究 你是主主应该是主法官对吧 你来了现在你既然说这话了 我也没差这点 我跟你说啥意思啊 我就说一句话 他要同意他就同意不同意 那你们还咋办就咋办 我没办法 就现在你算这个加班特别股权 我给他六万块钱 他能办 执行法官在现场也谈了这么多 法官也把其中的利弊给陆先生说了 那么陆先生能改变自己的想法 接受百分之六十万 最后宋总是提了一个方案 他还是不愿百分之一百 但是他也做出让步 加上股权的话 他一共给六万块钱 那么陆先生会同意吗 股权过了 我就给你 我就想办借钱 我也给你办 就是借那个股权过完 你这边就 就给你办 对 要不他算太多 他佛容老妹人 那你这样吧 你们搁对搁对 我的意思呢 是从我的这个角度来说 就是非管我是当 我比你们的那种小 我可能跟你们儿女 所以不太过 但是呢 有这个身份 我也是执行了这么多案子 从我执行的角度来说 这样应该是一个 最优的解决办法 你们考虑考虑这个 如果说要是升等 能等 但是不一定是什么结果 这么说呢 应该是六万 要不是应该是 就是算上股权五千块钱 要不然应该是这个数 然后他给你给到六万 就是算多给八千 八千多块钱呗 嗯 你那股权就等于 你那一万五一 就当你是一万五一股进的了 行不 行 那我就 落比落 必须落在 落比落 然后就是工商登记变更的当天 你就给他钱啊 对 或者是就是以工商登记变更吧 最终陆先生也同意了这个方案 同意六万块钱来解决这个事 双方也把所有的细节都落实到纸上 跟宋总的这个协商 宋总也同意解决本院执行的另外三件 中协公司作为被执行人 申请人是劳动者的劳动争议执行案件 最终呢 双方是约定在下周一的上午九点半 然后到这个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政府服务中心进行这个股权的过户登记 在登记之后呢 宋总直接将这个钱呃 现金存入法院的账户 然后有法院的这个有法院账户再支付给陆江 那在这个股权过户登记的过程当中呢 法院也将派 这件事情的后续是 因为还有另外三位申请人 宋总也与另外三位申请人都达成了和解 在股权转让之后 宋先生将所有的钱转给了陆先生 和其他三位申请人案件顺利的执行完毕